字幕提供 連名人都屈之若霧 樹葉蒜蜜已經失闖幾百年 事實上僅存 我在做樹葉蒜蜜 聽說你有幫許淳美算過嗎 當初我就跟她講說 這個婚姻恐怕維持不久 A咖的一個實際演員 姓許 當初我跟她講說 她就偷偷跟我講說 她不會離婚 後來還是離婚 女人好心理今晚 滷味 樹葉 香料 新奇色蜜數大比拼 來 穿燒香 副蒜蜜 是這樣嗎 穿燒香 對 穿蒜蜜嘛 對啊 穿蒜蜜 穿蒜蜜 穿蒜蜜付蒜蜜对 中鱔家 中鱔家 慕嚐 慕嚐 到底是穿蒜蜜還是副蒜蜜 還是副蒜蜜 我告訴你從來 窮婦都要算命 這是整個對不對 窮婦都要燒香 是不是 對 當然 因為世事難料 對 接下來你就會了 俗話說得好 月有 殷勤圓缺 月有 但戲或福 你在那邊考國學 我考你的算簡單的 簡單的 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算命 就像你講的嘛 你說雖然是窮還婦 會燒香算命 真的都會 因為你說那種 你最近就覺得有點衰 或是發生一件事情 就想要趕快去算一下命 可是你看那個有錢人 他們排那些什麼證 也是在算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很在意這一塊 而且很多 很多那種企業 都講說 為什麼你們企業這麼成功 他說因為我們重視研發 對不對 我們布局得早 OK 然後就講得頭頭是道 對不對 其實關起門他就說 好運啦 伯父好 老師就說我們好運 運很高 運很高 是啊 謝謝 在強運的時候 做了重大決定 對不對 好 今天來的前兩位 就是沒有找對算命老師的 人生還在一種疑問的點上 好不好 首先第一位呢 是被算命老師謹叫 花孕一整年 結果他心情大受影響的秀琴 接下來第二位 是沈憑被算命師 嚇到一個月不敢出家門的 王子洛 所以接下來這三位呢 大家要這個好好觀察一下 因為電影機前面的觀眾 要是你對自己的人生 有點疑惑的話 找他們三位 他們的算命方式都很特別 好嗎 第一位呢是 非常聽說是水果算命的 黃宗昌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來第二位呢 這個是用樹葉幫人家算命的 張天堯老師 大家好 第二位呢 是用象棋幫你算命的 王凱旋老師 大家好 王子洛 好扯喔 對不對 算命師一個月不敢出門 對 因為那個算命師 他就是據說通靈 然後他就是光是看我而已 他就說他看到我背後的氣 然後非常的差 烏雲罩頂 然後他就說 可能會有血光之災 出去還會被車撞之類的 真的 然後他還說 原因是因為我家祖墳 風水有問題 妳不去算塔羅牌嗎 怎麼跟祖墳有關係 他都還沒翻牌呢 他就直接說我祖墳風水不好 然後我真的笑到大哭 我當場就哭出來 因為那陣子就是 運氣真的不太好 他有沒有馬上說 我要幫妳怪妳的陽氣 真的喔 因為妳運氣太重 他是沒有這樣說 他就說 妳趕快回去處理 妳家風水的問題 然後結果我就打電話給我爸 但是因為祖墳這個問題 不是我爸或是我一個人 可以決定的喔 這是家族的事情 因為關於祖先的事情嘛 然後結果我爸聽到我 就是在電話中跟他描述的情況 然後我又哭得那麼慘 我爸就劈頭把我大罵了一頓 他就說不要在那邊亂說話 他說我們家祖墳啊 弄得非常的好 我們都有定時的就是 請那個撿骨石什麼之類 處理得很乾淨 然後也都有去掃墓拜拜什麼的 怎麼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既然我爸他 不答應要幫我處理 那我只好自己乖乖躲在家裡 因為我覺得我出門 可能會有血光之災嗎 我不敢出門啊 我每次騎車我就想說 我下一秒會不會 就被公車撞死 然後搭計程車 我會怕計程車出事 然後搭公車 我也害怕公車可能撞到人 在家就安全嗎 在家外天塌下來了 要不要瓦斯漏氣啊 真的 在家我也好緊張喔 就插頭都要一直檢查 就是沒有用的電器要拔掉 然後熱水器 就每次洗澡都想說 它會不會那個瓦斯外線 然後害我營氧化碳中毒 對 然後就是非常的緊張 就這樣害怕了一個月 結果後來妳怎麼破這個咒的 後來就是人家說血光之災 有可能割上一點點就是好了 就是劃掉了 然後我就去捐血 然後捐血之外 我還打破杯子 然後就被割到手指頭 就覺得 好了好了 應該已經化解了 這麼無力被控制了 秀琴 秀人家幹嘛 妳不是花很多錢去算命嗎 也是 是 就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老公就是那種 很刺詐風雲的選手 然後就常常會有一些緋聞 然後就覺得 我這樣不行 然後朋友就說 我帶妳去算命 這個斬桃花非常OK這樣子 那其實我沒有幾次算過命 然後他就去 然後叫我填寫基本資料 然後就 他講的那些都是我不想聽的 然後後來他說 其實很多名人都來我們這邊 斬桃花這樣 他說那妳 妳老公現在身邊真的很多 很多女生 然後都是要巴著他什麼什麼 然後我現在已經幫妳做好 那個就是斬桃花的那個 就是譬如說斬桃花樹還什麼這樣 然後他就說 這個做下來可能要花一百萬這樣 一百萬 然後我就 我整個就說 看不出來他有什麼 然後但是他有一直叫我說 妳要在什麼 老公的那個枕頭下 放什麼東西什麼 我就覺得好可怕 妳現在要什麼拿指甲用頭髮 但是他沒有要拿走 他是叫我放在某個地方 就是叫我在家裡擺一些 妳花二十一百萬 我沒有花 因為他就叫我自己回去想 還是什麼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妳可能要帶一個 就是讓妳有好姻緣的這樣 然後他就說 但是妳要去擺杯 然後妳要擺三個聖杯 然後才可以從那個菩薩那邊拿 拿那個紅線 我擺了整個快半個小時 然後就像很誠心的 這樣磕頭這樣下跪 然後這樣子 都擺不出來 他老師就說 妳沒有誠心 妳現在分心了什麼 我那天大概三個小時 我跪到那邊 我都快受不了了 然後他說那好吧 那就今天 可能妳今天沒有心在這裡 我就一直就沒有用到那個紅線這樣 我就沒有再去了 我朋友就整個很信 每天都在家裡這樣 對著天 然後幾點到幾點 就是比如說 早上五點到十一點 一定要燒紙錢 然後在那邊拜外面什麼的 結果呢 她的婚姻保住了嗎 沒有 就三個都還是單身這樣 嗯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信他們 就信自己好了 那妳有去看財庫喔 對 然後就是 就大家就說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財神廟什麼都很OK這樣 然後後來 就被一個 類似應該也是算命的老師 然後就叫住這樣 他說 你這個名字會賺 但是你沒有褲 他說有人很慘的 人緒就是 人家說沒財庫 他穿兩條內褲 對 我就他就說 人最慘的就是 你有財沒有褲 對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 你要怎麼做怎麼做這樣子 然後 就也是花了一些 一些冤枉錢這樣 多少錢 就他也沒有講幾句話 然後我就要包一個 他說誰緣啊 然後想說誰緣不是就 六百一千二好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好像 還有機會他說 沒有耶 我們個人都差不多 三五千起跳 然後甚至更高這樣 對啊 然後就每個人都 就一來喔 他就可以 就給你發紅包袋 就說 我上次 我上次大概就 差不多包了八千一萬二這樣 他說那我待會兒 誰緣我要包多少 就是很不懂 他們的那個禮數這樣子 對 對 然後我就包個六千這樣 我本來想說包個一千二 後來又自己又偷塞這樣 因為他們都很厚 然後就我的就很薄這樣子 那問一下黃先生 你是學藥理出生的喔 是 我學食品的 我不是學藥理的 學食品的喔 所以才會有水果測新術 水果是屬於這個食品嘛 但最早是從食物開始下手 對啊 我都是從食物開始下手的 從香料開始下手 香料測新術喔 香料可以算命啊 沒有問題 他的理論是什麼 性格決定命運 然後什麼樣的性格的話 就會走什麼樣的命運 人是根據自己的性格 在做事情 在做決定的 所以說我的這一個 食物測新術 都要先找出 一個人的性格是什麼 接下來可以推敲出 他將來會做的這些行為反應 討厭肉貴的是什麼命 討厭肉貴的 這個的話就給到 給我有一點出難題 我們都是喜歡肉貴的人 喜歡肉貴的 討厭肉貴的話呢 我們有另外一個 反向的東西說 喜歡丁香嗎 是這樣子在問的 所以討厭肉貴的人的話呢 我們可以反向思考 那喜歡肉貴的是什麼 喜歡肉貴的話 就是說他這個人的性格 就好像的話 中午十二點鐘的太陽 如果的話 在座有人喜歡肉貴的話 你就去看看嘛 中午十二點鐘的太陽 那個就是你 討厭的話 這一個肉貴的人 就是他不喜歡 中午十二點鐘的太陽 所以的話 您的話應該是屬於的話 我的推測 討厭肉貴的人的話 他的性格就跟肉貴相反 所以的話 你的太陽是晚上十二點鐘的太陽 所以香料有什麼 胡椒肉貴茴香那些的 對...這方面的 都是料理的香料嗎 都是天然的香料 是 OK 所以那從 湯頭也可以喔 樹葉生命法 名人愛不釋手 樹上僅存 可以說是我在做這個 樹葉蒜蜜 聽說你有幫許淳美算過嗎 當初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氛圍恐怕維持不久 A咖的一個 喜劇演員 姓許 當初我跟他講說 你有雙親密 他就偷偷跟我講說 他不會疑惑 後來還是 你也好奇 湯頭跟樹葉 究竟怎麼算命嗎 那就千萬別錯過下段囉 從湯頭也可以喔 湯頭的話主要是講 一個人的話 對於那個 酸甜苦辣咸仙的 喜好性的話 可以來判別一個人的 這一個性格走向 然後推算他的這一個 這個原型舉止 然後推算他的命運 這個的話是從湯頭 主要是味覺的 這一個性格決定 這樣子的延伸 跟那個推演 其實還蠻複雜的 而且這個風險還蠻大的 嗯 是 所以的話呢 這裡頭就必須要做一些 求證跟印證的動作 聽說你兒子是你的試驗品 是啊 那是我的試驗品 你怎麼拿他做試驗 我兒子的話呢 是這樣子 那在唸高中的時候的話 成績特別差 接下來一個大關卡 是大學聯考 不可以的話成績這麼差 這麼差 怎麼考上大學呢 所以的話呢 這裡走的話 父子之間的爭執 跟衝突就很大了 那剛好在民國差不多九十年的話 我把這個香料命盤排出來了 我就叫我兒子 兒子啊 幫我 都要來排一排 你的這個香料命盤 我兒子都要隨便 就幫我排一排啦 好 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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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年都要十八歲 他算出來這個香料 是這一個迷迭香 一看到迷迭香 我這個老爸 所有的氣全部都消了 因為迷迭香的性格 就是說我現在 就是要休息啊 給我休息 其他的不要給我 所以的話呢 他的功課 一定就一團糟嘛 那麼的話 我在這個香料命盤 我看他 他的這個香料 一個比一個還要強 所以的話 當下就做下決定 陪我兒子 度過十年的低潮期 十年 因為一個香料五年 所以的話呢 高中最後一名 陪他度過去了 大學最後一名 陪他度過去了 研究所最後一名 陪他度過去了 現在都在研究所畢業了 他整個人都要來 就走向一個 都要來比較怎麼樣 我當初預測到的 比較積極 然後比較樂觀的 那一個方向去走 所以我最近多少的心情 就給他盪下來 那這個就對他 很大的幫助對不對 是 王凱璇先生 你是象棋 你是因為很愛玩象棋 所以 不是還好 其實因為象棋占卜 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我們是從文字的架構 來看象棋占卜這個東西 就是從文字的字情 字意還有字音 對 舉例來講像我們像 假設 因為我們象棋是用 紅黑來論斷 那其實我們知道 君子手 對 吉米 吉米 冰柱這樣 對 古時候其實象棋 是冰棋推延 就是你在章檬上面 你可以布局的 對 然後去布局說 我現在走要什麼樣的局 我下一步應該 該怎麼走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是拿它來 對應到人生的狀況來看 那因為象棋 它本身有紅的棋跟黑的棋 所以我們一樣 用陰陽道理來論斷 那你是跟誰學的 我自己象棋占卜是有老師 當初是有跟一個老師學這樣子 那後來像我們每個棋 我自己把它加上 人名的對照 讓大家對每顆棋的理解 可以更多一點這樣子 都是一些古人 為什麼最後會有 你自己在上面 對 因為這也在講說 如果我是一個無名小卒 也可以當成一個專者 命理老師的話 希望給大家有一些 正面的一型意義這樣子 不是 你這都三國的 可是你又加了一個韓信 是 對 因為韓信 其實我沒有特別在選三國 或什麼 我只是選大家耳熟人 想的一些人物 對 因為這樣我們要去 介紹這樣一個學問的時候 然後又找了一個 這個西州的這個江太公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很清楚 包這個其實代表的意思 因為江太公是一直等到 他比較老的時候 遇到周文王才開始翻紅 所以包這個有等待時機的意思 所以他會比較大器晚成 再對應這樣這個 其實的意思再看 對 那像帥是劉備 我們講帥這個叫 真 我們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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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他是君主的意思 那我常常講 其實在劉備的狀況裡面來講的話 有時候我們開玩笑講說 劉備是命生得好 因為論武功來講 他們有官與張飛厲害 論謀越來講 他們有諸葛亮聰明 可是因為他就是帥 所以通常這在講說 每個人要知道自己的命 你掌握到自己的主帥的命的話 其實我們人生都在自己掌握之中 大概是這樣的涵義 所以那最主要命理的東西是 我們在玩占卜這個東西 像我們相機占卜比較講的是 看得其對方要了解 這個其實在講什麼 他才會接受這個看法 比方說我們今天算 我們去算命 我們可能說 你現在這個個性不好 你要改變 可是通常有些人會都會覺得 老師你每個人都說 個性不好都要改 那我怎麼知道 你講得真的假的 還是呼嚨我的 真的真的 白龍王那邊都是這樣講 所以我們說說好話 對 多笑 你排在一個早上 他就跟你說好話 OK 存好心 透過做好事 對 那因為透過文字的架構 透過人物的故事 人家就會看懂 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就會比較接受這個看法這樣子 OK 來 你去選一個字 就是抽一個嗎 我們可以抽一個 也可以抽很多個 所以你的問題是什麼 有沒有失聲 失聲子那個不用問的 那真的要OK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們確定有確定 所以你現在為什麼 你要問什麼要講 所以那是一個不錯的對象 看有沒有機會這樣子 那有沒有機會 其實重要是要看紅色的 就這個 所以紅色就有 黑色就沒有 對 紅的有 黑的沒有 好 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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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來 放 完全 好 默默 確定好 確定 好 確定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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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緊張了 因為他兩個半夜 沒關係 沒問題 我覺得我要解釋一下 我剛剛說紅色有 其實機會是看紅色的G跟黑色的車 所以你太厲害了 你知道嗎 因為 白色追求的人才可以 因為紅色的這個車啊 是 車子旁邊有人坐 對 有緣會坐在同台上 對 我就是買什麼 我跟你講 我就是買新車 我就是希望說可以有人來坐 可是車子旁邊沒人啊 這車旁邊還有人 而且 而且她的新車 第一個載的女人竟然是我 那我今天問她 還要帶她來吃飯嗎 是... 交朋友吧 不 那個啦 車我們還可以另外一個解釋 你看 車其實這邊有寫 陰無所住 失大皆空 凡事不執著 居心求教 哇塞 不要吃飯了啦 所以那個 其實我們如果虛心的話 還是有機會啦 我們想... 咱們講命理就是要給人家希望 我等一下就有車慢了 對... 不要衝動 他幫你拿車幹嘛 一個人 不要衝動 位子有空出來 就會有機會有人坐進來 OK 好 那問一下這個張老師 你是怎麼會學素葉算命 這個二十幾年前 我到大陸去 然後去金山 一個偶然的機會 遇到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他以前是大陸那邊的高幹 他的老師是喇嘛 那所以說這樣有這個機會 跟我老師學這個素葉相命 那這個... 據老師所講 這個素葉相命已經是失傳幾百年 所以說現在事實上僅存 可以說是我在做這個素葉算命 這個行業這個工作 聽說你有幫許淳美算過 有 他以前還沒紅的時候 他以前他每次都是他爸媽 他舅舅開車 舅媽爸媽都是在領他的薪水 每次來饒河街逛街 都是一票人四五個 當初我就跟他講說 你的婚姻怎麼樣 你要注意什麼什麼 就該講的都講 那他就喜歡在大眾面前 都喜歡起哄 是嗎 怎麼樣... 然後後來他先生 我也算過他先生 他公公我也算過 哪一人就是那個鄭其松 鄭其松 鄭其松 那時候他已經這裡有生病了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好好處理這個婚姻 否則這個婚姻恐怕維持不久 他買至上天下的房子 也是請我去看風水的 許淳美他是不宜有婚姻 他後來他先生過世了以後 他跟好幾位 都每一次都是我建議他說 不可以結婚 你可以談戀愛 但是他就... 硬要結婚 他很...很嚮往結婚 所以說他每次都想結婚 結果每一次都... 為這個婚姻都可能會吃虧 但是他的命 對的確確有那種富貴命 就是人家批印給他的 他的什麼... 許淳美真的是有錢耶 有錢...他真的有錢 對... 他是一個很有錢 那在某種情況之下 他也是滿計較的 某種情況他是很大方 尤其他看上的人 他就大方 沒錯 其他的他... 對他的父母還可以 就每個人領薪水 每個月給他爸爸多少薪水 給他媽媽多少薪水 所以我們是去你那邊摘樹葉嗎 那怎麼算呢 如果說要跟我結緣的人 他路上可以摘樹葉也可以 或者是那個馬路上 有看到樹葉 或者是我那邊 也有準備樹葉 那我們一樣 請他用樹葉幫你算一下 你這個新的女生 你看上這個... 這個... 你要有心理準備 當初有一個... 現在還是A咖的一個 喜劇演員 也是當主持 姓許 他本身會通靈 當初我跟他講說 你這個婚姻 恐怕要注意喔 你有雙七命 他就偷偷跟我講說 老師我太太很漂亮喔 那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離婚 後來還是離婚 他自己本身會通靈喔 你都算比較嚴重的就是... 對... 所以說... 我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是有什麼事情 就直話直說 他可以... 他可以... 可以... 可以嗎 老師麻煩今天 可以... 好 來 來... 他有... 他有...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趕快選一片葉子 算什麼... 請翻一下 算婚姻嗎 婚姻啊 這一輩子的... 有沒有婚姻這個... 來... 麻煩你隨便摘一片葉子 隨便摘一個 衝一下 我沒有婚姻啊 那麼小啊 你覺得那麼小幹嘛啊 真的特別耶 是不是嫩啊 娶嫩妻 他真的是個怪咖耶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幾年次 方便嗎 70年次 好 所以待會兒納豆會決定 要不要賣次了 有 有 有 像其生命意外發現身體長瘤 他說你是身體最近狀況 不是很好喔 因為我是不會喔 做得跟牛一樣那麼胖什麼的 然後我就去想 就果然在去年的八九月 然後就發現就自己 副科的毛病這樣 像其生命到底多神準 下段回來讓大師為你介密喔 所以待會兒納豆會決定 要不要賣次了 你不但會結婚 而且你會有兩個小孩 有 怎麼這麼神奇 而且你將來是好老公 很顧家的老公 怎麼可能 雖然你嘴巴不是很甜 對老婆不是很甜 有點大人主義 但的確確你的婚姻是很美滿 你會娶到一個嫌妻良母 而且你說大概差幾歲嗎 或是大概幾歲會結婚 你照講是要三十三 三十四歲以後 虛歲的三十四以後 你現在虛歲是三十二 所以說 兩年之後有機會 對 所以說你這個命 不是找婚的命 你買房子可能還比結婚快 有之前已經買了 所以說你這個命喔 房地產八 那你的命裡面的這個 基本盤來講 田仔工很好 所謂田仔工很好 你將來買土地啊 蓋房子啊 或者買房子 你將來甚至於 可以當包租公 可以房子好幾歲 但是要注意就是 你的中年會有一個 身體上的一個小問題 五十三歲 五十三歲 不過還滿長瘦的 還滿長瘦的 沒有個七災八病的 也要有吧對不對 他這人命喔 正財很好 唯沒有偏差 那我可不可以看我這個房地產 好 他滿繩的耶 我覺得 好 你做我這個禮婚嗎 骨膠 不會 來... 男左女右 而且前一遍 這是什麼都講到 不只說感情什麼的 余美人 余小姐妳 將來很有錢 她現在就有錢 全國觀眾都知道 妳都有命 將來 妳將來 明天也是將來 明天以後就是將來 妳這個命將來 一來一去 好幾個億保證妳 一來一去 好幾個 全 全 妳圍獨 子女人稍微淡一點 是 子女人稍微淡一點 所以說妳這種命 婚姻好 財博公好 那麼妳 在中年五十歲以後 所以我會買很好的房子 有幾個房子 妳房租也可以收 比那都還更旺 妳這種 妳這種 妳的命裡面 往往可以誤打誤賺 誤打誤賺 譬如說 妳不想賺這個錢 或許妳就突然間 莫名其妙地 賺到這一筆錢 這聽起來不錯 這個好 妳這樣有偏財 那都是正財 正財 勞碌命 但是她這個人是滿正直的 妳也是很正直 不過妳這種命就是 好比就是說 妳無意中牽到王彩華 對 妳這種命可以誤打誤撞 本來是沒有這種計畫的 結果就是 妳自然就有 我可以跟著感覺走對不對 對 而且妳可以以後憑著感覺 再多牽幾個 漂亮 多牽幾個 好 謝謝 絕對肯定賺到錢 謝謝 恭喜 恭喜 謝謝 都用神的耶 都能盼集的就送 對啊 對啊 兄弟 你們還要主持嗎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過癮 這只是一個神 所以就過癮 妳那個節目而已 沒有很K的 我跟你講 這個聽起來真的是舒服 對不對 都講那麼美好這樣子 事實上是這樣的命 好 那秀琴 你有用象棋算過命嗎 之前有 然後 妳為了什麼事情去問 沒有 其實那也是陪朋友去 然後我也只是在旁邊 然後她就說 欸 還滿準的 妳要不要算一下 那其實我也沒有想要算什麼 我想說 就算一下 就工作啊 或者是 那個整體的運勢這樣 結果呢 然後我就 她就叫我抽了幾張牌 然後翻一翻 她就說 欸 妳 那個妳的運啊 她說我的運整體 就是會被老公牽絆這樣子 然後她說我的運大概要在明年的什麼 十月下旬才會有好運 她說妳身體最近狀況不是很好喔 這樣 我想說不會啊 壯跟牛一樣那麼胖什麼的 然後我就去想 欸 就果然在去年的八九月 然後就發現就自己 就是可能 對 有婦科的毛病 婦科的毛病這樣 就意外的 欸 很像那個 老師有講到說身體出狀況這樣子 對 後來就趕緊去 就有去看這樣 我就發現 真的還長了六公分這樣 對 然後就意外了得到老師的這樣一個訊息 然後就趕緊去看這樣 對啊 對啊 可是有時候 有些命理師 如果真的很準 他也未必生意會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他教妳的都是違反妳的人 妳的個性 我們的命會這樣走 就是因為我們順著個性走 我們要改變命 一定要改變我們的個性 改變我們對事情思考的方式 我們才會有不同的結局 可是改變個性 改變思考方式 難不難 太難了啦 太難了啦 其實天命難為 是啦 可是就是說在這個天命難為的中間 有一點點空間的時候 對 我們盡量可以去調整嘛 對不對 對 可是即使 這個空間有調整跟沒有調整 那也就差一顆耶 差很多 是不是 差很多 對 你可能不用煮就變 變一顆 對 真的 所以 可是光這個調整 對一般人來講 我覺得都很 很違反人性 所以大家都喜歡 我覺得其實 在台灣做的算命 我覺得也很辛苦 大家都把他們當 拔杯就贏了 沒錯 對 因為其實 我三年前就跟你說 叫你要拼 對不對 你怎麼拼 三年後就說 你不是說我三年後會好運 現在運也沒辦法 然後就三年前跟你說 叫你要拼 你就天天說 我就在那裡睡 三年後我就會好運 對不對 然後再來問 你看可不可以改 要改你的個性嗎 那你就一直叫老師 幫你改運 你們真的有遇過 這種很盧的客人 有啊 會遇過 那問一下張老師 聽說你有叫人家 不要離婚對不對 是 他是這樣子 他是 未來一個女朋友 那麼他堅持要離婚 他跟他的原配相處不來 相處不來 他一直在想要離婚 因為他夫妻公司不好 那後來他太太也讓我算過了 他太太也是 的確是克服 那兩個人的磁場 根本完全水火不容 那後來我是建議說 你孩子還小 能不能暫時不要離婚 用一個方式 但是真的命運 這個走到哪裡的話 你建議他怎麼 他還是聽不進去 後來他還是離婚 那離婚了以後 他跟那個小姐又結婚 沒幾年他又來找我 又離婚了 因為他命裡面的夫妻公司 相克的 他是克妻的 所以說這個 命運真的是很特別 我們可以看出 我們老公有多少私生子嗎 這個一般來講是 要算他本人 我這個栽樹葉就是 你本人要來栽 至於說 你老公有沒有私生子 或者是 你爸爸會不會怎麼樣 那這個要本人 他本人來算 要老公來才知道 是 OK 好 了解 那黃老師這個水果酸命法 大概是怎麼算 水果酸命測出你的階段運勢 植入一下幾位 開場已經應該老師說了 對 剛才的話 我已經稍微有一點小忘記了 28歲 28歲 28的話呢 就是要選擇第三個 你喜歡的水果 草莓 那麼草莓的這一個水果的 運多少是這樣子 究竟選擇草莓 代表你的運勢會是怎麼發展呢 下段回來為你揭曉 那黃老師這個水果酸命法 大概是怎麼算 我們在做這一個 美食的這一個 算命術的話 就是 要請我們的這一個 受測者 過來的話呢 從我給你的這些 資料裡頭來選出的話 你特別喜歡的食物 然後從特別喜歡的食物裡頭 來偵測的話 你的性格 然後來推敲你的命運 來這裡都要有這個 可是我們常常會換耶 對啊 最近覺得什麼比較甜 季節性的水果 這個東西就牽涉到 一個人要去觀察 自己的這一個喜好 那麼的話 來觀察自己的喜好的話 看看吧 最近的話呢 你喜歡什麼呢 水果 其實換也無所謂啦 根據我個人 研究那麼久的話 換 那就是為什麼 你最近的這一個運勢 大概就是 隨著你所選的水果 再走也無妨 那麼的話呢 如果是長期觀察下來 我就是喜歡這幾個水果 那就算長期的命運嘛 如果是短暫的命運 最近的 那你就知道 那都選了五個 我選了五個 好 來 老師 這是要選最喜歡 還是最常吃的 你要選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 不是常吃的 像夏天就吃不到橘子 我最喜歡西瓜 你最喜歡西瓜 然後一 一是西瓜 第一是西瓜嘛 然後第二個水梨 第二個是水梨 第二個是水梨 第三個呢 小番茄 第三個小番茄 這是哈密瓜 好 香蕉 您要問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因為的話呢 工作好了 工作方面 我們納豆的話呢 他的這一個年紀的話 是三十... 三十... 三十一二歲 十歲 對 輸什麼呢 可輸猴耶 七歲三十二 是三十一歲 那麼的話 我們剛才納豆的話 他選的第一個 最喜歡的是西瓜 第二個的話呢 是這一個 剛才講的是水梨 那我們的這一個 命盤裡頭的話呢 最喜歡的 第一喜歡的話 是要算你 四十歲以後的 這一個命運走向 然後的話呢 第二名的話呢 是要算你的話 三十到四十歲 您現在的話是三十一歲 走水梨 所以你現在走的是 多區 水梨 是 那麼水梨的話呢 其實他是一個 安分守季的一個性格走向 所以的話呢 你現在的這一個工作的話 就是 享受在你自己的工作領域裡頭 然後的話呢 如果水梨的話呢 是 您選的是非常正確的話 好像就比較不會有做一些 比較 要往外延伸 往外擴張的 這一個 傾向 大部分的話就是 維持在現狀一個 比較好的環境 把目前的工作做好 所以目前的話 你的想法 會朝這樣子的發展來進行 OK 那我們看秀琴 第一個選什麼 我第一個選水梨 妳也是水梨 子若呢 芒果 那像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要太注意的話 第一喜歡 那麼第一喜歡的話 剛剛已經講過 那是四十歲以後的這個 命運的走向 所以的話呢 我們在排這個命盤的話 就要開始就問說 您現在的話呢 是否方便透露一下年紀 我們要看看的話 你現在的這一個命運走勢 是在第幾個順位 那麼的話呢 像剛才那都已經講了三十一歲 所以你的這一個 現在的水果的運勢 就是走到第二順位的那一個 水梨 那所以子若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開場間已經跟老師說了 剛才的話 我已經稍微 有一點小忘記了 二十八歲 就還不到三十 對 所以的二十八 二十八的話呢 就是要選第三個 你喜歡的這個 草莓 草莓的人如果他追求夢想 如果不順利的話呢 他會視可而止 如果的話呢 追求的夢想很順利的話 就一直下去做你的工作 所以的話 這是屬於草莓的這個運勢 他的整個的性格 就是這樣子走向的 OK 那為什麼你說你到一個公司 看老闆吃什麼 就知道這公司你會待的久不久 那當然這樣的時候 我們從這個水果 從我們的這一個美食裡頭 我們就可以看一個人的性格 像我前幾年在一家食品公司 給人家當研發顧問 那麼大老闆跟二代的小老闆 他們都給我做過 這個滷味測辛素 那麼大老闆選的是雞腿 小老闆選的是滷蛋 這兩個性格當然是不會一樣 那麼大老闆選的是雞腿 當然老闆都還是賺錢第一 不管什麼東西 就是業績第一 能夠賺到錢最好 這個大老闆的他的性格 跟他的價值觀就是這樣子 小老闆的觀念不是這樣 他是滷蛋 滷蛋是穩扎穩打 我們經營的公司要永續經營 那麼這個是兩種完全不同 一樣的概念 好啦 那我是一個研發顧問 再來人家當顧問 然後大老闆有大老闆的看法 小老闆有小老闆的看法 他們兩個經常又在吵架 所以就知道這家公司 你待不久了對不對 我夾心餅乾 最後選擇是 我還是閃人好了 因為調停很久 調停不來 這個很難改的 尤其他們都已經走到第一順位 都已經四十歲以後了 就是大老闆永遠就是都要把整個公司掌握住 什麼時候才會叫班 所以這個是無法改變 無法改變 我們算命最重要的動作就是 我如何面對 是不是這樣子 面對的結果就是不當夾心餅乾 回去我們自己教書的版業 不要在這邊多 當夾心餅乾 很痛苦 無法改變的事情如何去面對 這才是我們去尋求秘老師的幫忙的一個重點 是 這是重要觀念 可是很多人包含很多的諮商師 或者是我們在做節目 有時候也接到很多的這種故事 接觸到很多的故事 我講到最後就是 我都覺得我自己在跟他鬼打牆 他先生已經外遇了 已經是事實了 也就是遇到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人 甚至於都還想把他故意帶他們 去海水浴場 想把他推下去 他都知道 然後這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這個男人已經改變 已經 他就已經變了 OK 而且跟外面那個也已經都在一起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 那這就是一個 你已經 你要去面對嘛 對 就告訴他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我們當然沒有 我們不會算命 可是我們就按照正常處理程序 應該是怎麼做怎麼做 你看能不能自保 或者說你就要接受了這樣 就講了一堆專家 跟他講了兩個小時 我說那你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你現在自己有什麼想法 那我們全部的人就是鬼打牆 然後他最後說什麼 我希望這一切都能夠回到 最先原來的樣子 完全沒有改變 不可能 就回不了 其實不去了 面對不是 就是要面對他這件事情 對很多人其實是很困擾 他一直在鬼打牆 我們已經分析那麼多了 就是不可能了嘛 你就要去面對嘛 那他四生子都生三個 那你要怎樣呢 好多 孩子能塞回去嗎 對不對 七歲 十幾歲 二十幾歲都有了 那你要怎樣呢 你就是面對啦 人就是來接受挑戰的嘛 所以有時候這就是 困難之所在 我說算命老師 其實現在算命老師 我們會比較期許 自己要有心靈之傷師的人力 就是你除了 我覺得很多時候要用方法 去說服對方 不過像剛剛那個例子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會去看 其實像撲掛也可以看到 前世今生的狀況 那有些人他可能要的 只是一個台階 比方說我之前有過一個狀況 最愛上最不捨的算命經驗 先生下去算 我跟他講說你會離婚 他太太站在旁邊 眼睛還是眼淚 結果是什麼 他太太要拜他的兒子 在印度去出嫁 出嫁 樹葉算命省准 連夫妻要離婚都能驗證 究竟有沒有辦法 挽救這對夫妻 下段告訴你喔 以前過個狀況 可能跟美人姐 剛剛形容例子有點像 就是她這個故事裡面是 太太是一直要幫老公 去照顧老公的家人 太太從年輕下來 這個老公就一直幫他 養他的家人 所以他非常不能接受這個狀況 那一開始我也是跟他 一直聊聊兩多小時 沒有幫助 可是後來就靈光閃現 我就翻向旗 我覺得希望說 占卜可以給我們一些資訊 我就翻到一個將 然後翻到一個兵 我跟他講說 因為他老公可能 某個輩子是個將軍 那對方是他的同袍兄弟 所以他必須去照顧他們 然後因為他在那個輩子 故事裡面來講的話 這個女生其實是軍中的 就是他是個小朋友 孤兒就對了 所以將軍很照顧他 可是他們去做什麼秘密任務 所以將軍把這些兄弟都殺掉 可是你當初大家是要一起打拚的 可是因為皇帝有這樣的命令 你必須做這樣的事情 他現在在講 向前還是通靈 靈感 前世即生 對 就是用故事來說服他 那他會來聽這樣的故事之後 太太其實他就接受說 其實他跟大龍公 可能前世的部分是 對這些兄弟有虧欠的 心裡就會比較釋懷 甚至有些時候 我覺得宗教在這個時候 可以給一些力量 給一些力量安慰 比方說像佛教的因果論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也許有他的一個因果 可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不是應該 現在所有的婦女都 因為剛剛講到離婚 這個很多人是因為婚姻來算 對不對 這個佔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就覺得說大家為什麼這麼... 尤其這十年來 以前世紀新那個時代 離婚叫足化 離婚還可以把自己過好 那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對不對 可是已經社會現象 已經改變成這樣 離婚就是一個外遇 小三就是一個社會現象 沒有人能夠無所遁逃於這個 這樣子的一種時空裡面 小三就像蟑螂一樣的 打不成心 對不對 我們就常講 順著水管爬上來 順著電梯就爬上來了 而且你現在還變種 對不對 叫紅粉知己是不是 你根本拿它沒有辦法 以前是... 那種... 巴不得就進來 那個以前的那個... 二房三房 那是要做事情的耶 要生還是做事情 要吃紅公婆的耶 後來是變成二男 後來是小三 人家現在就紅粉知己 我根本不要你的人 我只要你的錢 怎麼弄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 如果你要結婚 你就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這件事情隨時都會發生 還有一個案例 他的太太三十七歲 他的先生四十一歲 是科技的高薪的工程師 那有一天這個太太 她是我常客 他有一天帶他先生 跟他的小孩來 然後他先生下去算 那麼他先生就是說 我跟他講說你會離婚 那他堅持他太太站在旁邊 那太太是眼睛孩子眼淚 然後他我講什麼 太太就在後面旁邊那邊 就一直在點頭 結果是什麼 他太太要帶他的兒子四歲 要帶他到印度去出家 那出家一定要離婚 他們兩個不是感情的問題 也不是說小三或者是外面劈腿怎麼樣 他是太太這個熱衷於宗教 那麼他那個兒子 也是有帶著那種佛言 對 有這種緣分 後來他還是離婚 因為沒有離婚到印度那邊出家 人家是不答應的 了解 所以說這一種的案例 雖然是離婚 但是他這種案例就比較特殊 好 那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跟老師們聊一聊 不要去那什麼做法改運的那種 要花一百萬的那種 根本就不要信對不對 可是說你可以找到一個命 老師是可以跟你真的 從你的個性開始幫你分析 我覺得這對你會有幫助 可是我跟你講那個非常難 因為實話醜話 是沒有人要聽無辯的 沒錯 大家都要聽好話 我都要聽剛才那個 我一來一去 對 我很會聽啊 黑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這就是我們中研 俗話說嘛 良藥苦口 利於病 中研女兒 利於行 對不對 不錯 OK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認識自己 改變自己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 有盡量送書對不對 這是 對 好吃 OK 這是我的書 其實我寫了三本相機詹幕書 那這個書其實很好 這書在講身心靈的 就是我們從命理的角度去看 看起來我以為是電玩快打的 對 電玩 OK 好 身心靈的 好 所以我們會送三本書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以傳承進來 然後我們抽籤對不對 好 我多講一句吧 這個時代 我希望以後的節目裡面 我不要再聽到一種理論 我經過這些挫折之後 我決定要好好愛我自己 本來就應該要愛自己 是 結婚的那一天 你就要把自己好好的愛個夠 你就把自己愛到夠 你才有能力去愛別人 才有能力應付這些事情 而不是傷痕累累 才決定要愛自己 一開始就把自己愛個夠 愛自己是要能力的 是要培養的 要加油 很怕 是不是 謝謝 生命雖然能掌握未來事 重要的是 不要因為算命結果而悲傷或放棄 別忘了 命運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喔